根據今天早上8點的資料 蘇拉海風已經來到台灣東南方 大概400多公里的海面上 不過這個颱風在週末到下週一 會稍微遠離台灣一些 一直到到下週二才會逐步的往台灣靠近 我們預計週三、週四這個颱風 很有可能會影響到台灣 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颱風的動態 我們先從衛星雲圖上面 來解釋到目前的天氣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目前在這個地方 其實目前的雲量是比較少的 而今年第九號颱風蘇拉 目前是來到了台灣東南方 大概400多公里的海面上 目前還是一個輕度颱風 不過未來會持續的增強 我們從衛星雲圖上面可以看到 其實在颱風北側 因為是偏東風的關係 今天已經開始有些水氣 會比較接近台灣了 所以從雷達回波圖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東波羅外海的今天 開始有些水氣會移進來 因此東半部的天氣的話 今天會有些間接性的陣雨 其中在綠島跟藍雨 可能水氣比較多 今天凌晨還有局部大雨發生 這部分的話今天還是要特別留意 不過今天最主要的降雨 還是比較偏向於中午過後的 午後雷雨 我們從今天的定量降水 預報上面可以看到除了東半部會斷斷續續有些降雨的狀態之外 今天的中午過後在整個山區以及包括中南部 其實都會有一些明顯的午後雷震雨發展起來 尤其是山區我們不排除可能會有局部性的大雷雨出現 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 這樣子的狀況的話到了入夜之後降雨會明顯的趨緩 但是在山區雨勢上可能會持續到晚間之後 另外是在中北部的沿海 我們預計在明天也是會有些零碎的水氣 所以也可能會有一些短暗陣雨的狀態出現 總之目前的天氣一直到禮拜一 大致還是典型夏季的天氣形態 午後雷雨是大家必須要注意的地方 接下來相信大家都很關心颱風的動態 我們先從今天早上8點的颱風潛勢預報圖來說明 目前颱風的話是在台灣的東南方的位置 其實離台灣相當接近 不過這個颱風在禮拜五禮拜六甚至到禮拜天 會先往呂宋島也就是菲律賓東方的海面南下的狀況 因此它會先稍微遠離台灣一些 一直要到禮拜一之後 這個颱風才會又逐漸的朝西北的方向過來 那我們預計的話大概在禮拜三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來到台灣東南方大概不遠的位置了 那根據這樣子的路徑的話 我們不排除在禮拜三禮拜四 這個颱風會再往西北更靠近我們一些些 因此我們預期颱風外環流 甚至颱風的本身 可能在週三到週四會造成影響 至於大家一定很好奇 就是這個颱風它針對哪個地方影響上是比較嚴重的 而根據目前我們收集到的各項電腦模式資料 其實變數還是相當的大 所以台灣比較偏東比較遙遠 那當然這當中有一部分的路徑的話 是往台灣的這個方向更為靠近 甚至通過台灣上空 但是也有一部分的資料顯示 颱風也可能有可能是比較偏南的方向來通過 不過無論是各種的路徑來說的話 大概在30號 31號 預計會是這個颱風影響我們最大的時候 按照電臺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收集到到兩個ר系風 去充填把以後 有 lis谷風的小 Woo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